其实谁走都难受 太难受了 就感觉我这个队长我又没当好 我又失利了 我又保不住人 我每次都是干这种事情 于文文是个很有才华的女人 她毕业于包校 为人很酷萨 只不过自出道以来 她一直不问不火 没什么名气 本以为可以通过浪姐提高自己的名气 不让名气是提高了 但观众缘却不好 接连几次担任队长 带领的团队都输掉了比赛 不仅导致团队中队员淘汰 也让她在姐姐中失去了威望 眼见自己没有能力当队长 于文文在武功比赛时 放弃队长的资格 选择加入王心灵战队 与王心灵一起冲刺决赛 这是他们首次近距离接触 在相处后 王心灵才发现 于文文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同样于文文也觉得王心灵 是个很温柔的人 两人成为好朋友 期间于文文就忍不住询问王心灵 比赛结束后打算脱单嘛 听到这个问题 王心灵一直看缘分 也是让吴景言都愣住了 毕竟王心灵已经40岁 再不脱单 以后生孩子都是高龄 为此大家都很希望王心灵 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那么看完你祝福王心灵吗 欢迎留言评论